我就讲我们人要找归宿 要找理想警戒 我想到 现在《水浒传》介绍 原名之计天下大乱 是哪样想安排一个理想的世界 梁山坡 人没有等级 人没有高地 一百零八个人 人人一同书中兄弟 美好的警戒是一个事情 理得左伟的虚的 宋将一辈子假 到了最后 终于一百零八人 统统一个个完蛋 世南安的朋友 也小辈 就写了《三国演义》 从中到我成败不计意义起为重 终于官老爷 坏在意志上 脑袋也丢了 刘备坏在意志上 江山也丢了 反风的呢 死马加成了 又是个破灭 然后我在想叫西游记 义马心拳 孙侯之心 义是白龙马 你心在岛路 马之载人 猪八戒是欲望 贪东西 好色 贪吃 但还非他不可 这个欲望 要驾驭这个马 到最后 求真金 真金给了你 是没字的 那个河 无定河 过去 先死了 才能过去 所以 所有的追寻 从理想 意志 欲望 到了最后 是虚空 所以 我对人的理解 是这样子 山谷里边 花开花乐 没有人看见它 那花开花乐 白开花 白落 因为它不在我们 理解的世界里边 所以今天看见黑洞 能照相了 我们才晓得黑洞 那边什么玩儿 这是我们的 宇宙知识 就多了一大块 所以我们知道的 或者肉眼看见 或者用机械的眼看见 或者用推理的眼看见 或者用理论的眼看见 我是跟着Analyst 就是这个 年鉴学派的思考 年鉴学派错用了年鉴的名字 年鉴学派的人的眼光 就是要超过年 他们千年鉴 万年鉴 我的历史 个人的地位最小 最短是人 比人少不长的是政治 比政治少不长的是经济 更经济少不长的是社会 时段最长的是文化 更长的是自然 那么我们中国人过日子 等等等等 都是人跟自然 整合在一起 中国有24个节气 我们过日子 总是注意到人跟自然的变化 同步进行 以至于到一个诗词歌赋 文天祥的正气歌 中国人注重的就是这个气 这个气天地之间的正气 这个正气是每个人上都可禀伏到一点 这个气就是神 不是巨像的神 不用他来吩咐你 你不多事 我干支于一点元的呢 是你自己培养自己的 一个人跟他宇宙的变化 人世的这个心肺 通通融合在人的情感里面 这种的情绪 这种的气败 就是我讲的 人找归宿的问题 人自己 我是宇宙之间的一个人 我不自尊 谁都尊敬我 这个是中国人能够在一切条件都不是好 可他在挣扎站出来 您对中国文化最有信心的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觉得他一直可以持续下去 仍然会有生命力 我抗战期间的经历影响我一辈子 也影响我念书的选方向 以及我关心的事情 抗战期间是求死不得求生不成 我呢有时候残废 也不能上学 我七岁抗战开始 我到十三岁才能真正处着棍走路 我呢就跟着父母跑 我父亲的工作是在 这个占地的文官 所以我们也就是战场 战线前前后后 常常就住在乡下 老百姓那去借个铺啊 庙里借个地方 所以我跟老百姓的日子很洁净 农夫怎么种田 七岁八岁小孩坐到地里去抓虫子 这些经历啊 让我在中国的内地的日子 看了很多 我的心一直念着那些人 我们打八年是靠农村撑起来的 那个农村呢 隔地撤退的人 或者拉锯站的时候 前线撤到后边农村 农村一句闲话不说 接纳难民 一句闲话不说 多少粮食拿出来一起去 没有一句闲言 一起饿 满路的人奔走 往内路走 没有人欺负人 挤着上车 挤着上船 都先让老弱妇女往上退 自己留在后面 大众算奔走 多少老年人走不动了 跟孩子说 你们走 走 是否这段经历让您也对中国文化始终有 中国始终有特别有信心呢 所以我知道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可能亡 对不起 是否对 一贪打仗 他就哭得个吸引咕噜 我不问了 不问这个事情 没有 不好意思 弄一点弄是吧 挺很好 最近在想 美国衰落的问题 布尔克利加州大学一个小说 出门畅销书 这书的名字叫做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他说 欧美的文明 两个全员 一个犹太的上帝 一个希腊的求知 这两个合在一起 就是开启了 基督教的世界 相信有了神 神会归纳出一套 最好的 尽善尽美的一个天地在那 因为他尽善尽美 所以他有极可循 我们只要去追 按理性 最高的理性去追 可追得出来 所以理性 和找到进步最好的 最优秀的 我觉得他 除了刚刚他讲的东西外 还有一条条件他没讲 雅利安人印欧民主 从今天高教授山底下 黑海边上 水潮丰美的地方 养殉了马屁 发展了骑色战斗 也发展了军事民主制度 打仗 每个战士都有意见 都有权利说话 掠夺的战果 大家平分 就是自由 个人性 个人主义 平衡 分掠夺的战果 勇武进取 这几个 就正好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 就是欧美基督世界的原动力 跟他们的支撑他们的信仰 使得欧美在最近五百年世界堵霸 但是 现在神死亡了 神被扬弃了 本来结 结合大家一起的宗教信仰 族群的聚合 都因为都市化的关系在散开 然后在这个中间 现在世界全球性的问题是 人找不到目的 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于是无所适从 尤其今天网络 media 每人彼此影响 但是难得有人自己想 听到的讯息很多 不一定知道这么拣选 这个西方的世界 它确实对您来说 确实在非常不可逆转的在衰落 它会朝向什么方向发展呢 您觉得 现在我大概看得出来 会打架的人 会主持人的 有钱人 头领人物的聚集啊 吸收新的血液正在加强 这个对我 从我看是不好的 这后来就变少数寡头正式 继续延续端到台面上来 信仰 求知 民族 这个都在畏缩 全在畏缩 所以欧美的白人世界 要下去了 包括您说整个 因为现代世界都陷入某种精神危机嘛 对 然后人无法安身立命嘛 西方东方都有相似的 对 我现在转入正题 中国世界是什么 中国世界是以人为头 没有上帝 天心是人心 盘古就是人 没有天地 这个是中国的好处 中国的缺陷 最大发生的副作用 中国人讲论理 讲人跟人的关系 社会关系 各种亲属关系 各种真卑关系 上校关系等等 这个就构成了一个 优势跟弱势之间的差别 就举一个例 我们始终没有脱开地权 有了皇帝就有内庭 有了内庭 政府就不存在 就永远内庭跟 跟真实执政的政府之间的 这个对抗 于是国家一定分裂 然后人人都想做皇帝 人人都想做太祖 人人都想做帮会的偷偷 还不够 还有二代 还有三代 还不够 表弟 舅爷 都得上 对不对 这种的就深入人心 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解放自己 也绑住了我们自动自发的精神 五四当年就要想应对这些问题 现在过了一百年你怎么看 我对胡先生是非常佩服 我个人也感恩 他对我的学业 他又帮我争取了教学金 但是他那四经简化 这个是一个当时失误 这是不是也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当时整个的都太匆忙了 就太匆忙了 赛根德怎么解释 赛根德怎么内容 没有叫大家 没有提醒大家 没有说这个是内容复杂的很 赛先生得来东西是天下肯定的 正面的一切都照着规矩做的 但那以后就对科学有个迷信 科学变成万能 科学变成符咒 科学不是 科学是一种追寻的精神 德先生 他从来没有拿自由民主两个之间的差别 平等民主之间的差别 其中的弊病 德先生就是得到哪个地步 代仪制吗 全民制吗 这个口号也就完善了 对这个东西你觉得什么时候会过去呢 或者什么时候有 要里头自己喘得过气来 里边自己能仰着头 说我不怕这个不怕那个 要人心知自由 胸井开放 那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 都要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 要有一个远见 能超越你未见 我们要想办法设想 我没见到的地方 我们那个世界还有可能什么样 但是今天的教育 不能教育这种人来 今天教育教育的是凡人 过日责任 今天文化是一个打扮出来的文化 是舞台式的文化 是个导演导出来文化 而今天日子过得太舒服 没有人想的问题 忙的是买这个机买那个机 忙的是感知 忙的是听最红的歌曲的歌 人这么做走下去 也就等于人变得活的机器 但是你想我希望什么呀 我希望的是没有国家的界限 所有的事物 人跟人之间磋商协调协议之后 大家一起做 资源不需要斗争不需要夺 这个是我希望的事情 这个融合 就举一个例 美国工业化真正起飞 是1850 这里是刚都 刚都 欧洲来的移民一波一波进来 你从A到Z 四十几个租民 不同的人谈话 不同人见面 不同人有交往 你们有兴趣的话 应该去看看 几十里路长的 不断的烟囱 全世界钢铁出产量的四分之三 曾经是 那您刚才说 等于披士堡是一个融合的一个中心 包括前哨 对 这种融合也是当年美国力量的源泉 对 这个融合 你刚刚听见我讲哪个村子 哪个镇子 哪些人 没有很穷的人 富人也没占了那么多财富 社区完整 没有碎裂 这个生活的距离差距不远 每个人有尊严 有自信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和谐 后来慢慢城里面的小店铺一家一家不见了 连锁店一家一家出来了 市场出来了 这些人就消失慢慢消失掉了 嗯 现在这些自然环境家庭组织都被破坏掉了 对 18世纪的资本主义 是工厂组 融合财富 现在的财富是 大财团完钱 那比生产快多了 这个阶层越来越固定 我们九个数得出来的 嗯 不到五万那个人 掌握全国财富的百分九十 越来越集中之后 中产阶层的人全在畏缩 上面一搜网 下面老板人全饿掉 嗯 所以这个是个大危机 您觉得这种失衡的状况 或者说用一个更正常的一个方式 它是什么样子 这个人说是网 有许多人合作 无锡有个茶馆店 叫清衣茶室 清衣茶室 这许先生的回忆觉得还迷人的 这新公园是无锡的一个小公园 里面有个茶馆 是试身喝茶的地方 这里面的一间十来个人 是头一等的领袖 这个四身集团 是热心公务的人 商量事情 县上每天到中午之后 去跟他们吃个饭 听听他们今天讲的 有什么意见 你们说什么我就做 四身里面有个领袖 起先是杨汉锡 后来是钱孙庆 需要钱他们一吆喝 各行各人的资源 修路归修路 外运河归外运河 在那叫齐鲁战争 这军阀内战 钱孙庆从成梁枪上 做了框子掉下去 跟那个军阀的部队 谈价钱 军阀说好我不进城 你这个开发费要多少 十万亿元 没问题 过后给你送到 不精彩的老民 这一类事物 春荒 蘇北的农家 清皇不节 到无锡来打工 一来来几千条船 守华船 安置他们 分配他们的工作 平常城里面 有个寺庙 叫南禅寺 那个叫西义所 学本事里面 无业有名就往那去住 有吃有住 哪一家公家的事情 私家的事情需要人力 往那去叫人 寡妇有寡妇堂 七婴有育儿炼 育婴堂 住出来 排难解分解决问题 这种人无稀多得很 所以世代富的世家 不高高在上 上通天下通地 能干 学问好 热心 你以前说过这个 知识分子不同的类型吗 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往生寄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对于这样的一种知识分子理想 你觉得在这个时代还可以继续吗 还应该继续 应该继续 但是 现在是这样子 新的理想没有出现 旧的理想被放在一边 人不再有 我们没有机会再培养一批 所谓知识分子 我们现在知识分子 是Cyber知识分子 是检缩机器 不思考识 自古以来 最重要的人类 理想最重要的阶段 就是Axial Age 转轴的时代 轴心时代 那个时代 每个文化圈都冒出人来 冒出一群人来 提出大的问题 多半提出问题不是提出答案 那些问题 就始终到今天 还在我们脑子里面 那一批人来问的问题 历代都有人跟着想 我们都在做做助教 可现在 最大问题做助教的人 愈来愈少 因为答案太现成 都是像McDonald一样 思想上的McDonald 短暂吃下去 够够够了 不就想了 今天的大学教育 是令人失望的 尤其美国式大学教育 最大缺陷 它零碎 那我们怎么重建 这个知识分子的传统呢 这个使命 今天大学不能完成了 但是呢 今天的书看 讯息 搜索工具 只要肯用心 一个人可以自己 从最起 最起码的阅读能力 最起码的思考训练 底子上 他可以自己摸出来来 可以摸出道路来 孔子时代 不能做到事情 董仲松时代做得到 我愿意跟你做讨论 谈话 就是希望借助你 那这消息 告诉别人 有一千个人 一万里面 只有两三个人 听到他耳朵里面去 听到心里面去 我也满足了 你也满足了 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您觉得有什么解决方案 您个人拿出来的 我伤惨之忍 我伤惨之忍 要能够自己不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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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